教练,明天就是决赛了 你没有什么杀手简可以教我们? 杀手简就没有了 不过我可以和你们讲讲我压箱底的计策 你们应该有听过成语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其实走为上计也是三十六计最后一度计策 不够人打就跑,那很没面子 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主动撤退 避免和敌方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 是以退为进的方法 汉高祖刘邦在鸿门与脱身 就是走为上计的事例 巡没年间,汉与刘邦起兵抗巡 由于有先入关中者能够清王的约定 汉与在巨鹿之战大胜之后 带领着四十万大军攻进咸阳 谁知道到了咸谷关 发现刘邦早他一步入了咸阳 还阻止他入关 汉与一路之下攻破咸谷关 率军驻扎在新丰、鸿门两个地方 其后,汉与听闻刘邦打算在关中清王 在谋事泛争的建议下,汉与决定攻打刘邦 汉与的叔父汉白是刘邦谋事张良的旧友 在汉白的一番滑船之下,汉与刘邦在鸿门会面 我与将军一同起义,合力抗秦 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我在黄河以南作战 现在有小人散步妖言,令将军对我有所误会 是你手下吵无相说的,难道真的我冤枉了你? 其后,汉与留刘邦喝酒,鸿门烟就此展开 凡争多次以暗号示意汉与杀了刘邦 但是汉与一直都无动于冲 凡争连望找来汉与武剑的名义刺杀刘邦 军营里面没什么娱乐,就等我来武剑助兴 一个人武剑又怎会尽兴兴呢? 不如你我二人共舞 情况危急,汉与武剑意在佩公 来者何人? 他是佩公的卫士范快 佩公攻入咸阳之后,一师一毫的物品都没有拿到 还封闭了皇宫,推军霸祥 等候大王的到来 派兵把守咸谷关 都是为了防备盗策和其他变故 如此劳苦功高的人,得不到封侯赏就算了 反而听信小人的残疑要追杀他 那不是延续了亡秦的行为吗? 呃… 将军,请用我出去方便一下 佩公,形勢不妙,此处不宜久留 你说得对,现在形勢不利 都是离开比较稳妥 将良,你留下 估计我们差不多回到军营时 就和我献赏礼物 佩公不胜酒力,无法当面告辞 特地派我奉上白玉碧和玉斗各一相 送给大王和范将军 刘邦巧妙地采用酒为相计 脱离了险境,保存自己 一后成为项羽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 我明白了 因应形势,逃走也是一个可行的做法 恭喜你们 教练,多谢你 多谢你教我们足球的技巧 战略和团队合作 其实三十六计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学问 大家可以继续学习三十六计 在灵活运用中的智慧